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打一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,我是主持人小果 25岁的小刘是一位网上客服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熬夜,饮食自然也不是很规律 早餐基本都不吃,有时候睡得晚,午饭也被掠过,一天就一顿 几年前小刘感觉自己没什么力气,便就近去医院检查 结果被确诊了慢性肾脏病 慢慢的小刘的乏力感越来越严重,还整天昏昏沉沉的 一个月前,由于右脚根部红肿,热痛 他到当地医院做了脓肿切开引流术 检查化验报告发现,肌肝过高而确诊尿毒症 提醒大家,身体出现这些症状,说明尿毒症找上门了 一,出现尿毒症后,由于有害物质累积在体内 对人体的消化系统功能是有影响的 所以,很多患者会有食欲下降,腹胀,胃口不佳,恶心,呕吐等表现 此外,由于有害物质累积在体内 还会引起神经细胞病变,酸碱代谢失衡,电解质紊乱,以及肾性高血压等 而这些并发症的疾病常常会造成患者头昏,头痛,乏力,疲劳,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二,不少患者还会出现下肢浮肿,甚至身体浮肿 因为肾脏不能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,致使水分滞留在组织间隙内 三,患者的尿量以及上厕所的次数也会变少 因为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,病情越重,症状越明显 好了,各位亲爱的朋友,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,可以关注我,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时每天下班后,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